来自浙江恒店景华青影视剧组和贵者启华影业 在山东省济南市凤凰全影酒店召开举办电影 打工回来及院线电影街道宰宰 这两部电影全球新闻发布会 会场出场人数600余人 主办方 启华摄像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启华 景华青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锦尚 北京太和堂时评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国军 浙江汉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风建军 中国模特大赛总导演楼宏伟 明星艺人出席又 著名影视演员崔立民 台湾歌手唐星奇等大咖出席 各媒体来自中美邮报 美中时报 绿洲报 新华网 济南卫视 山东日报 浙江卫视 腾讯 惊热头条 导演杨启华透露 《打工回来》电影讲述的是主人公排调 生于一个农村家庭 因为家境贫寒 只上了几年学 15岁时 辍学在家离田种地 年少的他 早已想出去打工自己赚钱 主人公得到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作机会 虽然只是一个最基层的工人 排调很珍惜这次机会 每天都很勤奋工作 工人们经常抱怨自己工作辛苦 工资太低 工作起来总是消极代工 而主人公排调 从无怨言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他 母亲的一句话 排调决定全力找位女友 在一厢打工的主人公上演起啼笑皆非的甜爽青春 据悉 《打工回来》剧组 在美丽的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排调阵拍摄 本台继续追踪更新报道